你们在那里,在很尖济的环境中,把慈祭承担起来,总是撒拨在贵州。 现在很有成就的,看到了这么多的国家,已经都有慈祭的精神。 在南非生根多年的资深,台湾慈祭志工为了要帮助南非更好,总是不遗余力。 其中,捐赠土地的李庆龙分享,能够有一座培育中心,是因为有师兄师姐一起帮忙来成就,让非洲八个国家以及台湾、美国慈祭人能够有十国聚集的殊胜姻缘。 本土慈祭志工也到处心中对上人的爱,希望能够持续跟随上人利益骤神。 而在印尼的日热呢,有这么一座